那你们逢年过节给老人钱吗 逢年过节也给的 给吗 给一点点 给的不多 给他也不是太多 但是他们也不缺钱 主要是他们也不缺钱 他们还一直给我们要钱 行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他们要玩命 问你们要钱 这个我不太清楚 为啥呀 直到现在我还问问 那我问问你们 你们是春节回家对吧 春节回家的时候 这个处得好吗 一般就是 整个有点各大的 整个不是像 日往那样 等于现在春节回家会吵架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为啥吵啊 就比如说 我婆婆 然后她那个人嘛 就是说不太讲究吧 不按卫生 有一次吧 就是说我回去 看到她 然后用那个脸盆洗脸 然后过了一会儿 她又用那个盆洗菜 我看到了 我就给我老公讲 我说这样子 然来就是说 洗脸的盆怎么好洗菜呢 这怎么吃啊 我给我老公说 我老公然来 她就给她妈了 问她妈了 这一问不当紧 一问然来她妈 哇哇大哭 什么然来 不要过了 说不过了 我知道我直接当面说她 她肯定不开心 所以让我老公说 你知道吧 你真有本事 你就真说呀 没有 她我听到的事情 我肯定要向我父母 你要反馈一下 你反馈什么呀 你傻呀 你真是 哎呦 我的天哪 你也是 说了然来 她为什么吵啊 她就比如说 那个什么 每次然来洗碗啊 什么的 也洗不干净 洗锅 然后人家都用洗洁精 直接然来用清水 一边然来就过了 也洗得不干净 每次然来烧水 我说有茶壶 用茶壶烧 偏不要 就用锅烧 用锅烧的水 那水然来 就是说一倒里面有黑渣 我爸厨房 每次然来一回去 左擦右擦 他就说浪费水 说我原来你看 做个事情 咋这么磨叽 你就在家里不说他的 作为他先生 我说他的也没用啊 他说 他反而说我 给我父母亲 一条路子的人 哎呀我的天哪 比如说然来 我给小孩子买的衣服 买的白色的 或者是然来 很好看的衣服 然后他给我洗的 然来一塌糊涂 然后白色的 变成然来黄色的 要么变成红色的 小孩子衣服对吧 要单独洗 他每次然来 把小孩子衣服 和大人的衣服 放在一起洗 每次都是这样子 那你把他接到上海去 行不行啊大姐 我接可以啊 关键是我这个人一接 然后生意没法做了 没有收入来源了 我们压力也大啊 买车子 买房子 也要交房贷 对吧 房租都要交的 也带来多年 就给你们亲吗 还可以 不可能亲 一年就看七天 老大有一点不太亲 老二还是比较亲的 反正你再这么放下去 也就不亲了嘛 我们把小孩子一接到身边 直接是没法做生意了 你又玩了每天 对吧 辅导的工夫啊 你们做什么买卖 那么 开的是超市 超市啊 把他辞了 他回家带娃去 雇俩员工 那没有经济来源 没有收入了 你说怎么生活呀 那就没法生活了 反正你都是你呗 对吧 行吧 主要解决是 以后你们夫妻俩不打了 对吧 因为他爸他妈妈 我跟我老公 每次然来说 他就不开心 他就是总是向着他妈 行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这个实在是因为听不下去了 我不好那个 你们来吧 我也承认婆媳关系 确实是一本非常难念的经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婆媳 其实是处理得非常好的 你刚才一直在强调 你婆婆为难你 你有没有为难你的婆婆 你一直在强调 婆婆不理解你 你理解婆婆多少 你刚才一直在强调 婆婆不尊重你 我请问 你有尊重婆婆多少 我们有很多的 进城务工的夫妻 他们再苦 再累 再难 也把孩子带在身边 我认识好多位好多位 他们比你们难得多得多 但他们知道 孩子不能缺失父爱和母爱 他们也不想让农村的老父母 这么辛苦 他们宁愿自己辛苦都带在身边 你们在上海开一个超市 难道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吗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问题 包括婆媳问题 都是由此产生的吗 如果说 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们把孩子都接到上海 你们自己抚养 你多念念老人的好 多理解一点老人 尊重一点老人 那么这个婆媳关系 也就烟消云散了 老人总不希望你们过不好吧 老人总不想和你吵吧 因为你有些做得太过分了 老人他也有人生阅历的 他也在平衡的 他也会委屈的 他真的委屈了 我今天真的为老人 感到比多厄还远 谢谢婆婆